台湾的医疗品质不断的提升 来看台北市的振兴医院 由三名亚洲存活最久的换新人 今年迈入了第20年 而医院特别为他们庆祝 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病患 他今年才24岁 但是已经动刀7次了 前年成功换了第三次的心脏 十分难得 打开衬衫 这位24岁的超人叫做七把刀 因为他过去十年 开了七次心脏手术 换了三颗心 很开心啊 有这个可以重生的机会 要不然没有这个心脏 我可能也不能在这里 那个说话 都很感谢 很感谢那个 所以那些伤痕对你来说不是痛苦 不是痛苦是感恩 他头一次是在别的医院开得到 那么后来因为感染 所以这个半末就损坏 到最后呢 在这个中间又开了好几次的手术 换半末 换到最后心脏功能就不行了 越开越困难 第二次比第一次困难 第三次又比第二次困难 他运气是非常好 因为很少有这个机会呢 一个人可以换到三次 而在这二十年前拍的影片当中 二十三岁的李小姐做完心脏移植手术 神速的恢复 不久就在医院里面蹦蹦跳跳 这就是现在的他已经四十三岁 但看起来好年轻 在这二十年当中我做过蛮多事情的啦 像很多人都觉得不能去浮浅啦 我也是去浮浅啦 然后跳舞啊 我也是跑去玩啦 然后还有什么 反正我觉得换过心之后的心情 就是你要跟 就是跟一般平常人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你去忌讳的 因为别人的大爱和医师的照护 李小姐55岁刘女士和80岁石叶叶 成为亚洲换心者存活最久的案例 他们除了切蛋糕庆祝 也呼吁大家做器官捐赠 正新医院比起国际上平均换心病患 存活率从第一年到第15年 都比人家还要高 又是一个台湾之光 医生说成功的关键就是多用点心 民事新闻温荣黄信如 台北报道